为家居户型 望闻问切 为人居和谐 天专家瓦 大家好 我是一南天 前面分析了如何选择楼层 今天想跟大家探讨一下 如何选择户型 曾经有学员来问我 李老师为什么自家 130平米的房子 看起来没有人家 100平米的宽敞呢 除掉供摊的因素 此时关键就是 户型选择的本身 出了问题 所以在买房和装修过程中 应该小心谨慎 避免一时足成千古恨 掉到了烂户型的陷阱里 那么选择户型 要注意哪些因素呢 首先跟大家普及一下 户型的两个基本概念 一个是 面宽 一个是 近身 我们一般 把主要的采光面 称之为 面宽 与之垂直的方向 是 近身 当房间的 面宽 和近身 比例 比例在 1.5 比1 的时候 这个 户型 是比较 方正的 采光性最佳 利用率呢 也比较高 宽敞明亮 看起来 就会显得 比较大 所以 挑选户型的时候 首先要看 房间 是否方正 第2 避免选择 刀霸型 梯型 长条型 等等 不规则的 户型 这些户型的缺点 就是 利用率低 家具 不好摆放 采光 通风性差 空间磁场混乱 很容易 生成 杀气 第3 通风 是否流畅 我们用线条 把南北两个方向的 阳台 窗户 连起来 这些线条 就是 风 流动的方向 一条线 拐弯 超过 3次 那么 通风的效果 就会 大打 折扣 而线条 没有覆盖的地方 就是家中的 通风死角 另外 门口呢 不能正对着 走廊和阳台 形成 穿堂服 这也是 不好的 第4 洞境分区 是否合理 洞区 包括餐厅 客厅 厨房 等 活动较为 频繁的区域 一般把洞区呢 放在 入户门的 附近 而进区呢 为卧室 书房 主位 等等 比较 私密的地方 进区在 路户门的 内侧 为宜 这样呢 可以把 学习 休息 和 会客娱乐 区分开来 互不 感染 第5 现代城市中的 房子 难以做的 绝对的 方众 缺角多人的现象 在所难念 但是 选户型的时候 不要选 缺西北 缺西南 或者缺东北的房子 这三个方位 千万不能缺 第6 厨房和厕所门 不能和大门 直接相对 另外 厨房厕所 不要设计在 西北 或者 西南角 也不要位于房子的中央 第7 厨房卫生间 最好不要离得太近 会形成 水火相冲的局面 厨房是给我们 提供饮食的场所 而卫生间 是排污之所 如果厨房受到 卫生间 污秽之气的影响 家人的健康 就会受到危险 这也是要不得的 第8 客厅和 卧室 不能有 衡量压定 第9 大门不能 针对着 电梯 电梯 上上下下 开开合合 对家中 磁场的影响 是非常不利的 第10 选择户型 还有一个关键 就是 看 动线 看动线 其实就是看 这些房间的组合 是否合理 动线有三条 一 居住动线 二 家务动线 三 来客动线 三条动线 不能冲突干扰 如果进厨房 要穿过客厅 到餐厅 要进过卧室 进阳台 不得不穿过主卧 那么说明 动线设计 非常不合理 这种房子 最好 也不要选 最好 叶老师 还得提醒一下 我们在看 户型图 的时候 不仅仅要看 家里的户型图 还要 好好的看上 小区的户型图 像这位 网友的案例 单看自家户型图 就北朝南 南北通透 很不错呀 但是到了收房的时候 才发现 这是一个 品质型的楼盘 自家阳台前面 对着 别家的厨房 和洗手间 收房时 兴奋的心情 一下子 就跌到了 谷底 好的户型呢 家家相似 不好的户型 各有各的 缺陷 上面所说的 都是 朋友 学员 买房过程中 换来的 心得教训 如果对大家 有帮助 请点个赞 或者呢 转发一下 就能帮到 更多的 亲人朋友 我是叶老师 无论是 新房 还是阿手房 家居装 布局 都可以联系我 谢谢大家